9月县务会议季第四次扩大主管汇报 于5号下午举行 由县长黄坚廷主持 黄县长致迟表示 8月底的天频台风 二度的来袭 造成台东包括农业 住宅等严重的损失 感谢公路 电力 电信 自来水公司等单位 在抢修紧急维生系统权力的投入 很忙碌的这个月份 真的是觉得好快一下就过去了 光是天频就搞了两次 天频当然 在台东 会中有不少的地方传出灾情 尤其是兰宇 我要兰宇乡把 乡他们的房子 毁损的这个户数 我报上来 大概他们报了50户 但我将报了1300多户 全县 全县总共提报了32件这个灾损 必须要由我们工部门来 做重建的 那其中以 总共这32件 我们报出来的金额是3亿7千多万 会中黄县长并特别感谢官吕处同仁 从6月29日至9月2日的65天办理热气球的辛劳 让热气球与台东成为今年夏天热门话题 带动台东不少商机 黄县长说台东热气球活动 县府会持续的办下去 并以正面的态度来面对 希望能够常态性的办理 日后能转移由民间来承办 慢慢的回归到正轨 县府也会向民航局争取在安全 法令允许之下 可以在花东重谷或台东其他地方办理自由飞 累计本国飞行员的飞行时数与经验 也计划开办飞行学校 让热气球在台东发展成为一项产业 未来也希望将南岛文化艺术节 以及东海岸音乐祭移到春天办理 让台东中年都有大型活动的举行 带动观光与经济效益 东台新闻文革采访报导